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这三年 工部门以亲自送到府的方式 颁发原民保留地权状 随着防疫规范大松绑 工夫乡公所今天上午重新复办了班状的典礼 部落族人不仅开心领取地状 彼此也欢喜聚首 疫情过后防疫规范大松绑 部落族人再度齐聚一堂 从乡长林青水手中 接下原住民保留地权状 真正拥有祖先开垢的土地 欢喜之情 异于言表 事实上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这三年来 乡公所原住民保留地增花边作业 仍持续在进行 当时因防疫避免群聚感染关系 因此改以轻松到府的方式 来颁发原保地状 如今疫情趋缓 乡公所今天上午就恢复办理 原住民保留地颁状典礼 场面隆重 老留地的取得是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今天才能够拿到权状 代表今天才祝福大家 也慰问一下乡公所非常辛苦 谢谢我们的原民客 其实我们光顾乡在图事会员 还有公所团队 大家努力之下 这几年来 所有权状的领取 其实建树是非常多见的 这个是要传承到我们的下一代 而不是我们领到之后 我们就想办法拿去 去卖掉或是来去点档 这个都是不好的观念 各机关首长 名义代表部落头目干部等高度重视 也都亲自到场 庆贺祝福之外 也借此欢喜聚首 光顾乡长林清水 恭贺每一位族人并表示 元宝地增画边作业 已经是工部门常态性的业务工作 因此也将会积极办理 回复原住民的土地转型正义 今天光顾乡是花脸县 最第二多的元宝地 三千 差不多七百多 比很多 我们最近快马下班了 下班之后 要来審查 把这些有疑问的 还是有同步的 赶快给他来理清 来做这些事情 我们一直在 教在我们的青年课 全算很重要 财产是最重要的 我们老婆特加挺要 是每个人生命中很重要的 刚刚看到有两个三个 已经秀出来要審查 结果都失走了 今天上午元宝地班状典礼 总共有15人班领 16笔的土地全状 总面积约6.68公顷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